減飲宅食,今天就玩出前一丁 主角就是出前一丁 配角有雞扒 買完後分開幾餐吃 加了煙的有機雞扒 這是肯瓦尼的泰巴素 真的不一定好香 英國的黃牙白很值得吃 買一個吃很多餐都可以 煮了麵後,其他配料配入就可以了 待會看看怎樣煮麵 黃牙白本身是很容易煮的 喜歡吃爽的也可以,軟的也可以 我喜歡的就是少少爽口 所以不會長很久,先放在碗底 對於煮即食麵,我有相當堅持 特別是出前一丁和公仔麵 因為它本身一定要煮得很滑 和彈彈底牙才是最好吃 茶餐廳那些,暫時會浸得很爽口 其實是不熟的上桌 茶餐廳的丁麵是非常難吃的 最理想的就是真的滾水 按足指示煮足三分鐘 水裡不要放任何其他東西 只煮麵煮足三分鐘 剛剛麵質變成透明的時候 就是最滑最大牙 那時候不要說話,趕快吃了 吃麵是不能講義太,一定要快 因為最好吃的時候只有一兩分鐘 當然現在近來做很多不同的韓國麵 或者日本的麵,拉麵等等 那些是可以爽口的 譬如甚至是韓國的薯仔麵 是彈牙得很重要,又滑又彈牙 那些煮法會有少許不同 但說回來,如果丁麵和公仔麵 必定要三分鐘煮到它滑才行 茶餐廳那種,扮到爽口而堅硬浸淋 那種是不可以的 這就是我喜歡的煮法 麻油和湯粉就另外開好了 雞排和九層塔就埋好位了 等麵一降落就成功 簡飲宅食簡單得來都可以講究一下 開餐